好 這個是他們的案情的開頭的一個資料 這是他們的整個案情 這是我寫給他的信啊 我沒想到他每一封信都保留 我前幾天在整理的時候 這樣我才發現說 為了這個個案我竟然寫了那麼多信 我真的都不記得了 好我先講說齁 這整個法律服務的工作是怎麼開始的 這個就是他監獄的地址啦 Prisoner number 可以看到這一邊 這個是監獄的地址就在倫敦 其他的一個信封可以看到監獄的名稱 就是那個Wandsworth Prison 這個大概是倫敦最大的一個監獄啊 那因為工作的關係我也去過 我也去過幾趟 那這工作怎麼開始的齁 我在英國後 我到了英國就開始念法律 那因為興趣的關係 慢慢的接觸幾項 就是一般人比較少碰到的 一個是跟種族有關的法律 就是反歧視法 那你念反歧視法念一念哦 一定會遇到一個課題就是移民啊 反歧視法事實上最接觸的一個對象 大概就是同性戀 身體殘障的 或者因為宗教而受歧視的 這個在北愛爾蘭比較多 那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就是移民 所以因為念反歧視法的關係 就會接觸到移民 對這個有興趣 然後呢 我經常到我住的附近的一家 他號稱是中餐館 其實是越南餐館 但是基本上他的湯口 你在英國很難吃到湯麵啊 尤其是像比較接近台灣口味的湯麵 那我在那一家就剛好有 我就常去 有一天我去的時候 就突然哦 他那一些waiters 他們很多都是講中文的 我也不太清楚 他到底是來自越南 或是來自哪邊 或者是香港 或是中國大陸 或者台灣 那後來我才了解 那邊也曾經有來自台灣的學生 在那邊打工 有一天他們就走過來問我說 我是不是醫師 我說怎麼回事 我說我不是 他們說他們有一個朋友 那個牙齒痛 那到底該怎麼辦 後來他們不知道我是醫師之後 當然這個問題沒有招過 但是我有給他一個建議 我就說 的確在英國的整個工藝系統 牙齒這一塊 牙齒這一塊基本上是 是沒有包括的 你相對的會付一點 還是要付一點錢 但是你自己本身 如果你經濟狀況 不是很好的話 你還是可以跟英國的整個NH系統 就是他的國民保健系統 可以申請一些給付 你還是可以的 就給他這一些實際上的一些建議 然後下次我去的時候 就開始有人拿著一封銀行寫給他的信 問我說 這個東西要 這個東西寫的是什麼 他英文不太了解 問我說該怎樣 我看一看就說 這個你就不用管他了 他只是通知你說 因為新的利息 基準利息有一些變化 所以他的利息會跟著有一些變化 我說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這樣 漸漸的 這樣的一個宜蘭雜症 或者是想問的問題基本上都會找我 然後後來呢 有一些問題相對的就會比較複雜 然後我也處理過說 譬如說有一個中醫師 他是在中國大陸退休了 然後到英國的專門賣中藥店的 這個店家去當醫師 他跟這個店主呢 其實他是一個連鎖店 在英國非常的一個流行 他可能就叫Doctor and Herbs 醫生跟草藥 這樣專門是賣中藥品的連鎖店 他在比較有規模的小鎮 大概都會有一家或者是兩家 然後真的很多英國人去 他們也會負責針灸 那 針灸收費大概 譬如說針灸一次 他就給你 他收費收45磅 但是收45磅的同時呢 他也可能會提供15分鐘的按摩 這個中醫師出來幫你針灸 還幫你按摩 那比較辛苦的中醫師呢 年紀比較大的事實上 他根本也沒那個力氣按摩 他可能就會取代用拔罐這樣子 那他請中醫師 然後他請櫃檯 櫃檯就負責推銷中藥 中醫師問診是免費的針灸藥減 那中醫師會配合櫃檯 就跟你推薦說 那你就買這一瓶藥 你就買那一瓶藥 其實那些藥都不是藥 都是food supplement 其實就是營養品啦 從英國的規定都是營養品 當然也是檢驗合格的 不會說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個東西 至少大部分都不會有 就是這樣做生意 但是呢 後來這個中醫師早上我才發現說 從他從中國大陸 到英國的一個過程裡面 人家就事前跟他收了一筆中介費用 來到英國之後又要多收中介費用 然後應該要給他的休假沒有休假 或者是他加班應該要給他的錢沒有加班 然後在中國大陸講好的條件 來到這邊不是這個樣子 那我處理的時候發現只要對比上法律上的規定 一切的關係都一千二處 舉個例子 你在英國 你不管是任何人 你都不能跟求職者收任何的一個中介費用 好你在中國大陸收了 那你家的事 你不管用怎樣的一個名義 可能英國的法律管不到 你來在這邊你還在跟他收 而且上面都還有收據白紙黑字的 我就說那你這個東西 甚至都可能侵犯到刑事責任啦 雇主這方面 再加上他的一個休假的規定等等 這些規定雖然很細索 但是只要我把規定 我把規定條例出來 對比照他的每一個月被扣多少錢 那個東西就一千二處 那你當然你跟這個店主跟這個經營者 談判的時候他們能賣就是賣 但是像這個東西我甚至連用上法庭也都沒有上 我就代表著當事人寫了 寫了兩封信 大概寫得到第一封信的時候 對方不但把這個當事人要求 要退的錢都退了 連法律上規定不該說的 他都整個都退了 我記得總共好幾千磅啦 就是將近台幣也二十萬 那要一個當事人 你沒有上法庭 你就逼他突出了大概台幣也二十萬 那這個很快的就會在很多 在華人圈就傳開來嘛 所以會找我來協助的就越來越多 那整個過程齁 處理的不只是這個案子 整個過程讓我那時候很大的一個感慨啦 尤其是我那時候在英國的時候 所謂的那種台灣意識 正是沸沸揚揚的時候 然後我們才也可以常常聽到小留學生 或者是念大學的留學生 台灣的那時候網路也才剛開始流行 開始有衛賽這樣的東西 留學生也會有留學生 固定上去討論留言的一個網站 大家會在上面講說 他在課堂上台灣學生 在課堂上又跟哪一個中國大陸的 有學生起衝突啊 怎樣怎樣啊 大家都在講這種關於台灣意識 我是台灣人 我不是中國人這樣的問題啊 台灣人覺得到處到全世界去 都是受到中國的打壓 我所有的例子我也有幫台灣的學生出力 跟房東畢業你還可以留一年或兩年 這樣的規定在英國是反反覆覆的 我不清楚他的現況這樣 有時候他可以讓你留兩年 他過了幾年之後又把這規定取消 他有情的反應 有時候政黨的更替也有關係 但是呢在那個時候 你要留下來還是有辦法的 只要當地的人想辦法僱用你 但是他要經過一定的程序 譬如說他一定要經過一定的徵才手續 確定他要的人才在當地找不到 他才能僱用外地 這個其實也很好作假啦 這個也非常好作假 那很多在台灣 在台灣人在英國開個中小企業 或者賣電腦的 或者是3C產品的 他就會用在台灣念過碩士 還想在英國多留一兩年 增加一些生活閱歷的 他就會找 那當然給的是最低的那個勞動條件 台灣學生某個程度 他也覺得他可以接受 否則他沒辦法留下來 那更多的是連那個基本的勞動條件 都不夠 或者是說 跟他當初所承諾的不一樣 那我這樣子的處理啊 處理的過程發現 都是台灣人欺負台灣人 那中國人欺負中國人 我剛才講的那個Dr. M. Herbst 他的那個治理員工的方式 櫃台 櫃台歸櫃台 這些中醫師 這些中醫師其實都是很不錯的 在中國大陸念大學啊 有在大醫院待過的中醫師 他只是說 退休了65歲 還有一些經歷 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 經過人家的遊說 就來英國 他的統治手法 是這兩邊 盡量不讓他們成為朋友關係的 甚至有互相監視關係的 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就發現 就是這樣子啊 來自中國大陸的人 當老闆的就是會這樣子 不 反正就是大陸人 就是會這樣子欺負大陸人嘛 好我接觸這些案子之後 逐漸久了 也加上我對那個移民 移民相關的一個法規 跟移民實務 本來就是我的一個禮遇之一 所以我就陸續的會接這樣的案子 在那個時候呢 也有一個台灣同鄉 他來自南部 他也在做類似的 他也在做類似的工作 他也是他只要走進一家中餐館 那中餐館的在那邊工作的華人 就會拿著信跟他請教 他就在跟我商量說 我們是成立一個charity group 那我們籌到的一個資金 低於五千塊 也故意低於五千塊 因為你過於五千塊 你就要跟當局註冊 那你低於五千塊的話 你只要自己有自己的招程 你自己是管 你也不用 你也不需要官方的許可 也不需要官方的承認 你自己可以找一個辦公地點等等 找一個地址 地址是設在他家 但是我做還是在我家做 我會跟他碰個面 那其實我真正工作的領域 常常就是在那一家中餐館 約也約在那一家 那除了比較複雜的個案 我會才會約到我自己的客廳來談 所以我們那時候的確是有成立一個charity的 這樣的一個organization 然後來服務移民 那因為我生活網路的一個關係呢 我也認識來自很多那個印度跟巴基斯坦 這兩個地方為主要 還有包括菲律賓 但是常常比較會遇到問 就是說我的服務的對象 基本上是印度跟巴基斯坦比較多 他們的問題有時候會是另外一個類型 那我們整個組織後來怎麼結束的 就是我的那個合作的一個partner 好我負責法律的部分 我們就小小的組織 我們有trustee 就是 就等於是這個組織的一個委員或者是監事啊 我們也是找了幾個大道地的人 成一個按照那個章程成一個組織 所以不只是我們兩個 雖然做事主要是我們兩個 但是整個經費的一個運用 經費就是說 譬如說我服務剛才講的那個眾醫師 那他會象徵性的捐一點錢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收入 我們的很多收入 除了說有一些開支是我們自己負責 文具那些我們的查理就自己負責 或者是說因為我某一個個案 因為法庭的邀約 或者是某一個翻譯社的一個推薦 我會去協助當某一個個案的一個翻譯 那這方面的收入我們自己也會捐給他 或者是哪一個法律服務案件 這個是按照政府的一個規定 政府英國政府是會給你錢的 那除此之外就是按照他們的一個捐款 那因為武團政務成不成立組織 我們本來就在做 成立組織之後 捐款至少有稍微的管理的制度 這個都不成問題 但是比較傳奇的是說 後來為什麼這個組織就變沒有了 是我的一個我這個partner呢 他就捲入了一個形式糾紛 簡單講移民服務工作跟偷渡 或者是說跟偷渡販賣人口的那個犯罪 這個基本上是一線之格 因為我們幫助的 協助的很大部分 不是每個 但是很大部分 他是身分未明的 他是沒有證件的 那你合理的幫助他們 你在他身上沒有收取利率 那這個東西都是沒問題 可是你有幾個界線 一旦跨越了 你可能就會有問題 第一個你協助他衛造證件 即使你的動機是善良的 即使你這個協助他衛造證件 其實你真的是在幫他 你也沒有欺騙政府的一個意思 這個可能就會扯上 扯上法律的一個糾紛 另外就是說 你是盈利的 你今天協助他你是盈利的 那你有可能就是所謂什麼販運 會牽扯到販運的口 不嚴重 但是那個 其實你做的可能是同樣的 是一線之格 那我的partner他牽涉到的就是說 比較大的麻煩其實是來自於他自己 因為他婚姻的關係 所以他可以有好幾個名字 那在英國這方面有很多的漏洞 我後來分手了 我都有辦法保證說 你今天是 譬如說我是男性 我都有辦法說 我自己寫一封信說我是女性 我請這個律師認證 然後再請這個律師認證 然後再拿到英國的那個外交部 然後再給台灣的外交部 我都有辦法說整個流程拿完 辭職的內容是我說我自己是女性 雖然我不是 英國有這樣的一個漏洞 這牽涉到英國的一個法律實務 像我剛才講的那個例子 有牽涉到那個國際司法領域的一些漏洞等等 是這樣子 所以他有好幾個名字 那這個好幾個名字都足以使他申請好幾本護照 再加上原來的中華民國的一個護照 那不同的護照他可以有不同的一個身份 然後錯就錯在他申請的社會福利 用不同的東西申請的社會福利 那這個東西就是詐欺就是fraud 這是對國家詐欺 然後當警察發動搜索他房子的那一天呢 他所服務過的這些移民就跟著照樣 那這些移民有沒有觸犯法律 有 譬如說像我的這個個案 其實他唯一的一個罪名就是怎樣呢 我的這個partner協助臨賓 他用一張衛造的書信 可是這衛造書信是某一家公司 衛造某一家公司說 這個人是受不於我 這樣子 就只是這樣的一封所謂的在職證明 可是在職證明就只是 to whom you make concern 然後裡面寫一些內容 下面簽我的名字 這封信是衛造的 當然不是這個公司開的 他用這個 他林彬在這個我的partner協助之下 用這封信去申請一個號碼 這個號碼就是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national insurance不是所謂的健保 他比較是一種年金的概念 等於是一個年金的一個號碼 你申請了之後 即使我是 但是如果他整個申請的過程是合法的 他也可以申請的到 即使他是無證件勞工 無證件義務 就是所謂的to whom 在英國這一次可以的 那為什麼一定要申請這個號碼 你申請這個號碼呢 你跟雇主的關係才能正式化 你才能不是非法打工 就是你可以正式打工 他才能把支票或者錢存到你的帳戶去 而且呢你才可以成實的納稅 也就是說你是一個to do 客你在英國的身份 我講的to do 客都沒有歧視的意思 只是為了我們敘事的方便好不好 比較正確名詞應該是說無證件移民 但是有一點奧口 好即使你是一個非to do 客你在英國的身份是非法的 但是你其實是可以在英國合法打工的 這是英國的一個移民食物 然後你的雇主是可以雇用你的 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喔 可是真的是這樣 相信我台灣沒有人對英國的移民食物 包括我們移民署的那些朋友 都沒有人對我熟 然後呢 然後你也可以誠實納稅 然後雇主真的可以把錢存到你的戶頭 那他就是簡單講 他就是想要取得一個合法打工的一個身份 這樣子他才能領 可以領得最低的基本工資 否則你是非法的所謂的偷渡客 你又是非法打工 我是雇主的話 你規定一個小時6.5磅 我可以給你三磅 而且這個三磅真的是市面上的行情 這樣子 但是你真的你取得一個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的話 至少他就要付給你6.5磅 在倫敦的話還會比較高 其實他要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福利 他就使用了這樣的一個信 可是因為英國法律的一個漏洞 包括他的律師不是那麼關心他 這也不能怪他的律師 他律師每天接到的客戶案件這麼多 這樣的案子是英國政府指派的 這個律師費是英國政府付給律師錢的 不是當事人付的 也就是當事人並不是一個有錢人等等 很容易淹沒在一道對的一個案子 那對律師來講 坐牢的人他看的太多了 他不會想說這個異鄉的人 坐牢的一個心情 其實儘管要讓他出來 那他就為了這樣一張紙 他就這樣子坐牢 坐牢了八個月 只是整個案子裡面 其他的當事人都沒有坐牢 都沒有坐牢 就只有他坐牢 而且八個月通常是怎樣呢 譬如說有一個殺人的案子 mine slaughter不是murder mine slaughter就是所謂的殺人案 坐牢也是坐了八個月就出牢 所以他那一張紙 等於是一個人人命的一個價格 所以這是我的個案一個很冤枉 我也是介紹這個個案的過程裡面 讓大家知道說 英國移民食物的一些狀況 然後我接觸的個案很多都是華人 然後印巴人 他是另外一個故事 我想說以後有機會我們再聊 因為華人我們講共同的一個語言 所以再加上說在台灣 這個族群問題有他的一個敏感度 我想藉著我的故事來談談幾個 比如說跟歧視法或者跟族群 或者跟遷徙有關的一個概念 我在英國大概是2000年開始 有一陣子只要是華人 甚至包括日本人走在路上 你走在很熱鬧的那個大馬路上就不會 但是你走在比較社區的路上 很容易就是被一些英國的年輕人啊 小孩子啊就衝著你 你走過去就衝著你還說DVD DVD DVD就這樣子叫你啊 DVD是什麼 對就是DVD 就是就是那個DVD 現在現在比較年輕的 朋友們應該知道就DVD嘛 就是那個Discay 就是光碟片 就叫你DVD 原來是那個時候 很多所謂的華人的偷渡客 大部分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他們很流行就一個袋子盃了 然後就到每一家商店去 就在路上或者說走到餐廳去 然後就賣那個盜版的DVD 就是啊他們就是沿街賣啦 那一張DVD賣一磅 你想想看在英國的話 一部電影現在當然是網路下載啦 在那個年代一定是DVD嘛 你去租的話 租的話最便宜大概也要兩磅多吧 在英國DVD後來都不是說你走到店裡面去租的 我不是清楚這樣的一個產業形態 大家熟悉熟悉 台灣也曾經這樣子啦 一開始是說有特定的像FlowFast這種 過去專門再出租錄影帶的 後來變成出租DVD的 你可以辦會員或者是按次算 那你租一次大概2.75磅嘛 就是這樣子 後來流行到都是你透過網路租 他寄給你 你看完之後把它裝在一個信封 免付為有再寄微距這樣子 那更多的是很多人就會去買 買一些影集啊 或者買一些熱門的電影 剛下片的剛製成DVD的 你在書店也有賣 在專門賣那個影音產品的 賣CD賣DVD的店 那你一部大概通常都是9磅多嘛 那9磅多你在 你盜版的就是1磅 但是基本上有時候品質有好有化 但是你一次買5片 裡面總有3片品質還不錯嘛 那它裡面當然有中文的Supply Rows 但是你也可以調整你不要Supply Rows 你自己可以設定 或是你可以選擇英文的Supply Rows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基本上那種生意很好 是非法的 但是英國抓到盜版也沒有 也沒有那麼嚴 不像台灣 台灣大概是著作 因為美國301的關係 我們一直受美國的威嚇嘛 所以台灣一直是在遵守這種著作權法 台灣的著作權法是全世界最嚴格的著作權法 差不多啦 至少蔡建仁老師 我後來真的有比較歐洲 不管是實務 實務我自己有經驗 還包括法律的規定 台灣的著作權法 的確比歐洲的著作權法嚴很多 這個包括 這個包括 譬如說我們是連錄電視台的節目是不行的 按照法律上的規定 可是那像英國的那個BBC 他就公開宣稱 他覺得錄電視節目是可以的 就是這樣子 這個在他們是一個沒有法律規定的 一個法律的一個灰色地帶 他們做出的一個實務上的一個建議 後來他的一個法律判決就是這樣子 所以英國起碼你電視上播放的 你是自己可以錄下來的 那台灣按照我們的法律規定 你電視播放的影集 你自己錄下來 自己看喔 你不受商業使用喔 這樣是違法的 我們也曾經出作權法修到說 你只要一開機就違法的 為什麼 因為你的記憶體自動會去抓 因為你上了一個網路 你記憶體就會存嘛 或者是你的Hot Disk裡面的那個Touch 不是有一些Touch的那個部分嗎 他也會有一些暫存檔嘛 我們的著作權法曾經要修到那個樣子 你一開機就違法的 這是題外法 簡單而言華人在那邊發現 第一他們有固定的供貨來源 有一個所謂的黑道怎樣 在處理這些貨物 我有一陣子也知道他們大概住哪邊 然後談的條件是怎樣 這個是對於上中下游來講 都是暴力啦 但是也是有很大的一個風險 那無論如何 突然到處都很多華人就在賣DVD 然後你華人走在地上 我也曾經遇到一個年輕人 他大概30歲 我走在路上 我走在路的這一邊 他走在路的這一邊 他就一直衝著我講DVD 我就很不爽 然後我就後來看他走走走 他就他很高很壯 我就不爽 我也不管他 他就走走走 他開那個Masciki Dance的車耶 他就坐到駕駛座了 坐到駕駛座的時候 我就剛好趕上去 我就趴在窗口 叫他聊一下車上 我說 你為什麼這樣叫我 就這樣 他說因為你是Chinese 我就說 那 就我是Chinese 你為什麼可以叫我 我這樣問了一下 我發現他在發抖 我想說他打一拳就把我打死了 他幹嘛發抖 我好幾次都是這樣 我都直接跟他面對 我只有遇到有一個年輕人 在餐廳裡面 他看到我是華人 就過來跟Chinese問說 我有沒有在賣DVD 我就一臉很不高興 他馬上道歉 他說他真的是想買 但是就說 如果你覺得被冒犯 如果你覺得被冒犯 我真的是很不好 我真的是很道歉 我就跟他很認真 就想說 你真的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好 我記得 我總共遇到六個案子 還是七個案子 我每個案子都有記 我其實這個東西有寫成文章 這意思都還沒有發表 就是說在英國的這個 那DVD的案子有這樣 我已經寫好了 你知道嗎 我關於英國的故事 我寫了大概三篇多 寫三篇多 但是我實際上 能結集出書 那現在是暫停 現在是暫停 會啦有一天 因為我不可能每天都有 這種正職的啦 很快又失業了 也不一定 所以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時間寫的 OK 重點是這個東西 在華人圈子裡面 就引起很大的討論 那大陸有學生 那時候剛好是 大陸留學生激增 尤其是所謂的小留學生 我講小留學生 沒有歧視的意思 只是用我們的慣用語 來描述而已 我剛到英國 我在英國十幾年 前面遇到的留學生 年紀都跟我差不多的 很多都是三十出頭 或者是二十多歲 將近三十歲 我到英國去的時候 還不到三十歲 我回來的時候已經四十多歲了 結果去的時候頭髮是黑的 回來的時候已經全白 我這是男髮了 在我頭髮還 才剛開始 才剛開始 變灰色的那個時候 遇到的都是年紀跟我差不多的 從他們的一個服裝 可以看到他們生活的很辛苦 也盡量找打工的機會 學生照理說是不能打工的 在那個時候 後來才稍微有一點開放 然後大部分都是靠獎學金的 比較後半期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他們手上拿的那個手機 是那個中國大陸的留學生 年紀就已經偏輕了 手上拿的那個手機 是很容易 英國人一看就馬上搶走的 我剛去的時候 要找火鍋店都找不到 因為我們喜歡吃火鍋 那火鍋店 偶爾開了 你聽說哪個地方開了 很快它又開不下去了 因為那個客群不夠 英國人不知道如何吃火鍋 或者我們剛開始曾經吃火鍋 吃一頓要二十 就是二十磅 你吃一餐 你二十磅就是台幣一千塊 一個人就一千塊 那你真的想念家鄉味 你還是要吃啊 可是等到那麼多的 中國大陸小留學生的時候 火鍋店就開得成了 因為他們敢花錢 客員很那個 這是那時候的 那時候的整個 整個差別 那突然出現這樣的一個學生 也使得華人之間 比如說大陸跟台灣學生的一些 紛爭比較多 那大陸的學生就因以為此 不覺得這些是中國人 這些人是中國人的敗戀 你看賣盜版的東西 盜版這個概念是值得討論 這是另外一回事 在台灣推著作權法的時候 有很多前輩寫了一些文章 包括像蔡建仁老師 他曾經解釋 智慧財產權這個概念 無中生有的概念 在歷史的嚴格是怎麼下來的 很批判性的批判智慧財產權 或者我曾經也寫過說 智慧財產權事實上是 是美國是選擇性的 選擇性的使用 觸及到本國利益的時候 他就可以放棄智慧財產權 要求藥廠放棄智慧財產權 牽涉到非洲的艾滋病的時候 他就支持美國這些大藥廠的 所謂智慧財產權 讓非洲的人根本埋不起 艾滋病的那個藥 甚至禁止他那個學民藥 便宜的學民藥 讓艾滋病繼續那麼暢垮 這是另外一個概念 我的意思是說賣盜版 先不要在道德上認為 它是對的或是錯的 我先把它當作 它就是一個生意行為 但是無論如何 在社會的承見 就認為它是有問題 你是非法的 你沒有營業執照 你賣的又是盜版的東西 你就代表窮苦人 而且大部分你就是 所謂的偷渡客 那中國大陸的學生就是 他們不是中國人 他們不是我的同鄉 遠遠的看到他們 我就閃 就是這樣子 尤其對那些附加有背景出色 對於台灣人而言的話 就是一個重點 你看我始於當中國人 如果我說是中國人 我就是跟你同類 所以台灣人絕對不是中國人 你看只有中國人會去賣DVD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時候我就問台灣的留學生 有比較年輕的 我說他今天不叫你DVD的話 他也是叫你Ginko Keng 那個我第一 他是長時間在播 他有一個日本好朋友 一個女孩子 很倒楣 每次一出門 每次一出門 那個波蘭的小孩子 就對著他丟雪球 邊丟雪球 就Kengong kengong kengong 他也都不知道怎麼辦 小孩子就是什麼都不懂 就是這樣子 我也曾經在英國在公園 我跟著我太太 我太太是東方人 她是日本人 她也是華人 我跟我太太走在公園 英國那個小孩子 那五六歲 看到我們兩個華人 就很興奮的衝過來 然後對著我們兩個 就喊Kengong keng 或者就是類似的話 我也曾經 遇到那種貴族學校的中學生 在月台上 就喊我夜裡夜裡 黃色種人 就是這樣 我也常常這樣遇到 就是這樣 當然遇到那個小孩子 我就跟他講說 That's not very nice 就是這樣 Kengong keng 就Kengong keng 那個 我有一次在 我們西湖 唐廠的合作社 合作社的負責人 然後提到 從越南來到這邊的話 就說 Kengong keng 也是這樣子講他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他不叫你DVD 他會叫你Kengong keng 或者他會叫你其他的一個東西 所以重點不在於說 他們賣DVD 重點不在於說 他是中國人 重點是在於說 這樣的歧視性的原語 本來就不對 是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關於這種DVD 我記得那時候 有很大的討論 那時候 台灣的學生 不像現在 現在你到深耕國家 你也不需要簽證 那時候 譬如說 韓國啊 日本啊 香港朋友 有時候都會跟我提議說 明天 明天 明天就禮拜五 我們禮拜六 搭誰的車子 我們就跑一趟法國 去超級市場買一些東西 準備逛一逛 晚上回來 這樣好不好 我說抱歉你 為什麼不三個月前跟我講 我要申請簽證啊 我要請學校出信 中國大陸要去 那有一些台灣學生呢 還是 因為警察 單位會搞不清楚嘛 或者海關 還是會搞不清楚 中國跟台灣的一些差異 還是會要求他去註冊 他就覺得很冤枉 你看我又被中國拖累 我就說齁 你這就像兩個仆人啊 你就像兩個仆人 在主人面前爭寵 爭寵說齁 主人 對 我是仆人 A你是仆人 B 你看主人對我的待遇比較好 對你的待遇不差 所以我高你一等 你忘了你在這樣一個邏輯下的一個爭寵 你忘了你終究只是仆 你終究只是仆人而已 就是這樣子 這樣的一個移民實物 在事實上他是一定會存在 因為移民實物他的本質 本來就有歧視性的 然後重點是說 國家會某種程度保障他的歧視 然後會某種程度的認為 某一些歧視是法律上不容許的 他就是法律上的歧視 他本質上就是 因為移民跟警官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先戰者為王嘛 誰說英國是你的土地 但是只是你先來嘛 其實你也不是先來 有人比你先來 只是你現在壯大 你是目前這群猴子裡面的一個猴子王 就是這樣子 移民實物事實上是一個受性的一個表現 你從人道的一個立場 怎樣的來講 是有問題的 他也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但是他的存在有他的一個合理性 我們不做任何判斷 只是說當我們發現說 台灣人在移民實物上 面對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 所謂的台灣人跟中國大陸的人 大家其實是互相在比說 誰是比較高級的仆人 而忘了仆人 仆仆仆就是仆人 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但是這個東西呢 很難 很難 有時候是很難討論 尤其是當我們發現說 很多 比如說 不管是中國大陸或台灣的朋友 當他們取得在英國定居的時候 他們在跟英國社會的一個互動 常常這一點呢 也可以看得非常的非常的一個明顯 而且都不是個案 他有一定的一個普遍性跟代表性 也就是說 他在某個程度呢 他會認同這樣的一個體制 他覺得他自己呢 其實也是主人的 他是忽略的 其實在整個體制裡面 他也還不是主人 當他自己認為他是主人的時候 其實這個體制還不是認為主人 在那個心態上面 比較好玩的一個例子是 在美國的一個朋友 兩個都是華人 都是台灣人 台灣的朋友 剛生了一個寶寶 然後 我的朋友去拜訪他們 住在他們 就去拜訪他們的時候 就稱讚說 這個新生的寶寶很漂亮啊 說 那個東方的小孩 都比較容易有黃膽 那你小孩子沒有吧 這全是醫學的討論 這兩個台灣的父母已經說 沒有啊 我們家寶貝是美國人 所以他不會有黃膽 這個是一個 mentality 那像這樣的一個 大家有沒有聽出 這樣的一個荒謬性 就是這樣 好像取得了整個國籍 連自己的基因 都會變得不一樣 那這裡面隱含著 就是說 整個世界的那個 種族結構 是一個 superior的 那黑人可能在某一個程度 那黃人 所謂的黃種人醫 是比白人還低的 那這也不是我講的 那這也不是我講的 在英國齁 我記得陳關心 曾經報導過一個 一個齁 擁有英國律師的一個 印度女孩的個案 她常 她在香港工作 長期在香港生活 她也死在香港的一個醫院裡面 她 她的先生是白人 她的先生把這個寫出 她太太在整個住院過程 所受到的 的遭遇的一個結論 是有色人種 在香港的這個醫院系統裡面 所受到的一個歧視 因為她是印度人 在整個那個歧視的一個結構裡面 又比黃種人低 在香港居民的心理 然後她也不只是這個個案 她根據她自己的經驗 跟一些分析呢 陳關心他們也都寫了 就是說整個世界存在一個 那個種族的一個歧視結構裡面 那可能是白種人 而這種白種人呢 可能是像中歐啦 或者是西歐的一個白種人呢 是位於最高的一個位置 那你說像義大利 膚色有點黑的 那可能比較底下 那俄羅斯的 那可能又底下 然後這樣黃種人 可能在某一種位置 那黑人呢 那可能的位置又比較低 那印度人呢 她的位置可能比黑人 好不了多少 那黑人這裡面呢 也有從那個加勒比海的 移民的一個黑人 跟來自非洲的黑人 那個待遇又是不一樣的 整個社會是存在這樣的一個 歧視結構 然後當我們在辯論說 台灣人世事比中國人還優越 或所謂的中國大陸人 來自大陸的人優越 而且在那邊講說 你看英國政府就是對我們比較好 因為我們不是中國人的時候 這裡面存在的 這裡面存在的其實就是一個認同 當我們在辯論這些認同問題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是陷入了整個 整個這個歧視性的這個 這個結構裡面的一個框框裡面 但是呢儘管啊或者是移民法 這個比較以這個比較 所謂 superior的 白人的一個意識形態 跟世界觀來認定我們自己 其實當大家在講說什麼 自主性跟本土意識的時候 這裡面一點獨立的意味都沒有 這裡面的概念其實是附庸的 附庸於世界的這個主權的 這樣的一個歧視性的一個結構裡面 但是呢儘管啊或者是移民法 移民食物這方面呢 常常某個程度是吻合這樣的一個 吻合這樣的一個結構的 但是吻合結構這個同時 至少在英國的實務上 他會很清楚就是說 吻合這個結構是果不是英 不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結構 他就認定說你非洲人的儘管 就會特別便宜 他規定說當行政單位的一個行政措施 但是行政單位的一個行政措施 對某一群人特別嚴格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個具體的理由 我舉一個例子 所謂的那個 就是所謂的我們所謂的吉普賽民主啦 但是他們不在英文裡面不這樣講 他們把它叫做Rome 他們在義大利也有很多移民 可是這一些族群身份不一樣的這個吉普賽民主 在羅馬機場要登機要飛英國的時候 英國是派禁管人員直接那邊先查他們的一個護照跟身份的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 台灣曾經有一陣子是有讓日本的禁管人員 在我們的桃園機場 事先看一下我們要飛日本的這些旅客的一個護照 這個東西是一個比較 世界各國都有的一種經常性措施啦 也沒什麼不好 我覺得也是合理的啦 就讓你落地到了日本之後 你的出入境會更快啦 就是這樣子 那英國有這樣子 那英國的那個吉普賽族群就 在羅馬生活 在義大利生活的吉普賽族群 就曾經跟英國政府抗議 甚至還告上一個法院 認為他們派在羅馬機場 在審核護照的時候 針對不同族群的人的那個措施不一樣 譬如說他看到你是吉普賽人 他問的問題就會特別多 然後通過的比率就特別高 就不讓你上飛機等等 那 從概念上來講 這是一種族群騎士 我認為是啦 族群騎士 有族群騎士 他學理上的一個定義 甚至也有法律上的定義 但是呢 在法律上有一個但書 但行政單位這樣的一個舉動 他有一些他確實的理由的時候 法院是容許行政單位 這樣子做的 他確實的理由就是說 實證的一個結果 這樣的一個族群的移民 來到了英國之後 他行蹤不明的人數 確定是比較高的時候 他是可以這個樣子 這樣來做 也就是說 這就是一種合法的歧視 當然對有一些反歧視法 或者對於人權比較 人權團體 他還是認為說 這樣子是不對的 所以有一陣子這個官司 一直還在打 但是我記得這樣 我只是講說 這是一個實務狀況 我也有時間不做價值判斷 但是我要講另外一個概念 譬如說 在北海道 北海道也有很多不錯的溫泉 那因為北海道比較接近俄羅斯 所以有一陣子呢 北海道的一些溫泉旅館 他就會貼一個告示 就是不准外國人來洗溫泉 為什麼呢 因為俄羅斯的船民 漁船的船員 他一上岸之後 他一定是吃嘛 喝酒 因為難得上岸嘛 吃啊喝酒 然後就會去洗溫泉 那你喝酒的話 就比較不容易 比較容易喧嘩 加上文化習慣不一樣 可能他不先沖澡 就去泡澡等等啊 那這會引起溫泉旅館經營者的困擾 覺得妨礙其他的顧客 所以他就貼了這樣的一張告示 就說外國人就不准進去 那這個東西也曾經打過關係 那這個東西應該怎麼看 其實溫泉旅館主 從他的一個立場 他做的也是對的 否則原來的那些日本客人 該怎麼辦 比較合理的做法是 其實你不是因為他的族群身份來禁止 你應該就乾脆寫說 喝酒的人 我們如果滑銀液 結果喝酒的人 我為了你的安全 為了你其他顧客的安全 我就不准你進來 而不是說你只要是外國人 就不准進來 其實相對的這個東西 是不是就比較合理的 所以歧視法 或者在美國叫做反歧視法 在英國叫做歧視法 他的一個概念是這樣 不能單純因為你的族群身份 或你的宗教身份 或你身體不方便 就有一些不平等的一個措施 如果這樣的話 這叫族群歧視 或者是身杖的歧視等等 這樣子 那像英國的那個法院 我剛才講的那個吉普賽族群 他有一個例子 英國法院的一個理由 就是說看起來 他是針對一個族群 可是他基本上 背後是有他的一個基礎的 他的確是有一些統計 雖然說他還是以族群作為一個範疇 但是也相信說 他們在面對這個族群的時候 也不是因為一概的 只要這個族群就不准 他也會從他的衣著 各方面 他的提供的一個證件來判斷 所以他認為還是 不構成族群歧視 而他認為這是合法的一個 差別待遇的一個措施 整個實務上是這樣子做的 那不過無論如何 儘管本來就是一個自私的一個行為 我不是說不應該儘管 或應該儘管 如果今天讓我當移民署署長的話 我當然會有一些不一樣的一個做法 譬如說關於外配的部分 我真的有我的一個想法 舉個例子好了 因為我太太 我太太是外國人的關係 我就覺得說 真的是有很多不公平 你今天你同樣是外配 如果說 像來自越南的 應該是在我們的住越南代表處 還要先面試 還有各方面的一個 一個資格審查 來到這一邊 然後 可是像我太太 她也是外國人 她在日本 不需要這個樣子 甚至就是說 因為我太太要申請 她跟我 我們結婚其實很晚 我到政府工作之後 我們才結婚了 不知道原因 所以她反而會受到一些很好的待遇 甚至她在日本 先申請簽證 要來台灣的時候 人家還請她客氣的說 你不用在這一邊等 你出去逛街 我相信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 來自越南的這些配偶 沒有這樣的待遇 她還要面試 她還要排隊 前陣子還牽涉到送紅包 這樣的一個案子 好 你一定要訪查 她可能會先約 你說我哪時候到你訪查 那訪查會看看你家的客廳 然後看看你的臥室什麼的 那我覺得 因為我在政府單位 他們知道 所以移民署的同仁 到我家的時候很客氣 她只在客廳 看了一下 她也不到我的臥室看 就是這樣子 她真的很客氣 但是我相信其他的人不會這樣 那我不是說移民署這樣子做不對 因為他們也是照規定來做 這樣子做有沒有效是另外一回事 說實在的 你按照他的規定 你都一定要事先通知嘛 你也達不到你想要達到那樣的一個訪查的效果 但好玩的 那時候賴信元已經當入委會主委了 賴信元說 如果是我 我才不嫁咧 如果因為我嫁給你 我的臥室要被看的話 我這一場婚姻贏得不要 我說你是本來就不要婚姻的人 你不要故意找藉口嘛 好不好 不過他真的是對這樣的東西很氣氛 可是你說在移民實務上面 我們沒辦法拿一個很高的人道標準 在處理移民實務的問題 但是至少移民實務上 你可以不用做到每個人都訪查嘛 你可以真的認為從你的立場 你覺得比較有問題的 譬如說你一定會有一些基本資料 你從一些基本資料你會 你就可以發現說 這個人 這個先生 事實上他的一個背景 他本來就有個穩定的職業 諸如此類的 對不對 你這時候公務員就要善用你的財良權 你就可以決定 這一家我不用訪查 說不定這樣 你每十家 你需要訪查的可能不到半家 你事實也節省了很多的人力 我說在移民實務上是這樣 包括訪談也是一樣 你在越南的一個訪談 如果你先申請 你從這個南方的一個資料 事實上你就可以做某程度的一個判準 你就不用每個人都會約 都需要約到我們住越南的代表處 先做一個面談 我們想 我們都把台灣的情況把它想成外國 沒有想到說 包括我們在伊朗的朋友 在巴基斯坦的朋友 在很多地方朋友 他們甚至我有遇到在非洲的朋友 他今天要跑一趟 因為我們的代表處沒有設在他國家 他要跑到別的國家去 然後第一個劍 人家叫他再回去補劍 他又要坐飛機 回到他的國家一趟 我們才能讓人家 跑了這樣好幾趟 蕭美琴的先生是伊朗人 他們也曾去遇過類似這樣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第一 實務上可以更便民 第二 我們公務人員給他基本的信任 給他多一點的材料捲 我們也不用耗費那麼多的人力 我們也不用造成當事人的一個困擾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做得到的 我也再舉一個例子 當我在 我太太在申請說到英國 他本來就用學生 他本來是學生的身份在英國 然後他要申請用依親依我的名義 在英國取得比較長一點的一個居留權的時候 我們就要送一些表格 然後我們就想要付一些照片 我就發現說 糟糕 我找不到我跟他合照的照片 我們如果現在大家在外配生活服務這方面 有很多經驗的話 發現說常常都要提供結婚的照片 我跟我太太都沒有從來沒有辦過婚禮 我們是真結婚啦 可是我真的是沒有 真的是沒有婚禮 因為我們到現在我們都沒有辦過婚禮 我想說那麼老了還辦什麼婚禮呢 對不對 我們沒有婚禮 那我們常常一起出去玩 我都是我拍他 他拍我 所以我跟他真的都沒有照片 我們在一起生活了六七年 我們給英國當局的照片 只有三張而已 我們如果用台灣儘管食物的標準 我跟他一定會被認定假結婚 你照片 請客的照片在哪裡 結婚的照片在哪裡 相親的照片在哪裡 第一次認識的照片在哪裡 共同生活的照片在哪裡 都沒有嘛 都沒有 我後來在入委會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舉一個例子 我們常常都從我們的一個經驗跟想像 來判對真偽 可是我知道我是真結婚 可是我就是沒有照片 可是我們在儘管食物上面 我們在入配的認定上面 我們是不是也常能遇到這個盲點 我這樣講的時候我們同的都認了一下 大家都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如何認定我跟我的老婆 是真的 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書面不需要面談 書面資料比對嘛 我跟他的出入境的章 共同到埃及去 共同到希拉去 共同到哪邊去 這樣子就夠了嘛 對不對 或者是說從其他的 我跟他念的學校 或者我們其他共同居住的一個事實 但是我們的一個移民事務上 在台灣特別是 我們對公務員的不信任 使得公務員的那個財囊權很小 公務員也怕是 所有的一切的東西都是會從嚴審查 我有遇過一個例子 好在他們現在 他是娶了一個來自越南的太太 他本身因為是車禍受傷 所以他雙腿就沒有了 但是後來他也參加了 比如說代表國家參加了一些 坐在輪椅上的表演 參加了坐在輪椅上的一些運動經濟 得了一些金牌 他是陸港人 我的老鄉 這個年輕人 是國家代表隊的成員 得了很多金牌 他在申請讓他這個越南太太來的時候 他這些金牌什麼 他也都有附上去 更重要他是有一個穩定的職業 在一個電腦公司上班 他的薪資都來了 好他還是連續三次還是被認定假結婚 所謂認定就是他太太還是進不來 其中有一個關鍵就是在請客的時候 被問到先生說他請客請兩桌 太太說請客請三桌 他們該附的照片也都附了 請客什麼照片 這兩桌跟三桌就是對不起來 這是一個關鍵 還有其他的一些細節 先生說我就是記得兩桌 他就說三桌 因為有一桌是吃素 在角落先生沒有注意到 說實在的 你不要說請客 我昨天跟誰吃飯 有時候我也都還不一定每一個都寄得起 但是我們的一個東西 我們不會從一些生活經驗 第一 我們講白點 這是一個所謂的買賣婚姻 是買賣婚姻 但是是真結婚 我的瑞伊塔 任何婚姻他都有一個經濟元素 你說那個陳志忠他太太嫁陳志忠 這裡面沒有買賣因素嗎 也是有 也是因為他是陳志忠 他代表是陳水扁 我這樣講不是說黃瑞靖好或不好 黃瑞靖也是我入港人 也是那個 我是說任何一個婚姻 我跟我老婆之間一定都有經濟的一個考量 就是這樣子 那可能我們的經濟考量的同時 我們之間也談得來 我們有一些愛情基礎 我相信黃瑞靖跟陳志忠 他們也有他們的一個愛情基礎 這邊愛情基礎比較薄弱 可是我們的祖父那一代結婚的時候 也是沒有愛情基礎的 他們也是真實的婚姻 所以在這樣婚姻的一個判別的時候 我們發現過我們常常有一些邏輯上 是有問題的 一方面我們接受所謂的媒妝之也 接受說訂婚的時候 南方可能就是要有一堆的一個禮金 這裏面的確是有很多的一個經濟藝術 另外一方面又常常質疑說 你們這可能不會長久 因為你們這個東西 就是說所謂假結婚跟真結婚的一個定義呢 我們在實務上常常邏輯是自相矛盾的 我覺得其實只要有一個標準 雙方面有沒有共同生活的一個意願嗎 你如果發現說有這樣的話 即使她現在是沒有感情基礎的 即使是他們是訂婚沒說之言的時候 是抱了一大紅包的 你就能看到路徑 我剛才講的像那個 我的那個相親的那個例子 很簡單嘛 今天這個女孩子用她的一個身份來 我覺得因為這個男孩子她的職業是穩定的 你就可以認定說這個女孩子 不是只是用這個名義來 來台灣她純粹是為了打工的 她為了這個事情 當丈母娘的就是這個先生的這個媽媽 很熱心自己也跑了好幾趟去 甚至自己堅持說她也要陪著去面試 然後她自己也出 她自己把機票證明寄給我們住越南的那個 的同仁審核的同仁都沒有用 我就想如果是所謂的假結婚 只是用結婚的名義要來台灣打工的話 這個當丈母娘的她不會自己跑越南已經跑三趟了 這個成本已經太高了嘛 你就用市場的行情算嘛 你所謂的這樣的一種人口販運 不要講販賣人口販運的一個人的一個成本是多少嘛 對不對 目前的行情是多少 大概在台灣的行情是比較低 你在大陸的話大概是二十萬人民幣嘛 你一定要先給這個蛇頭 人蛇 這個蛇頭大概二十萬人民幣 你才能到歐洲國家到那個嘛 你死在路上那是你家的事啊 你到這邊工作你就要還嗎 那台灣這一方面 所謂非法中間抽的錢沒有那麼高嘛 但是差不多也招到二十萬台幣嘛 你看你機票來回三趟這個就多少台幣 這一定不符合 你從這個東西就可以認定說 雖然你兩邊有一點對不起來 講的話有一點對不起來 那基本上你這個先生是有正當職業 你就應該是 那這個事情我花了很大的 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氣 後來才過來啊 過來很快的就生了小孩了啊 生了小孩這個丈母娘最高興啊 還送我一整隻雞這樣子啊 就是因為慶生嘛 那個讓鄉下人非常的熱情嘛 所以我們的移民實務上 的確是有這樣的一個調整的空間 就是說最重要的是說 你還是第一很多東西制度的研定 我們最好要有一個實證的一個基礎 當我們在推動陸配權益改革 讓陸配前婚生子女進來的時候 我那時候最大的疑惑就是說 我們對於陸配的前婚生子女進來台灣 是不是真的會產生所謂的衝擊 所謂的衝擊 我們先打一個例 其實大家都是用想像的 他的量多少也都是用想像 後來有大概比較精準的抓出一個量 可是那時候都是一個想像的 如果我們的移民政策 都完全是在想像的一個基礎上的話 我覺得是說服不了誰 我們只有在既有的歧視的刻板印象上面 在訂政策而已 當然整個陸配的前婚生子女後來都進來了 我後來有把整個故事寫了一篇文章 我有交給中國大陸的一個那個看護 叫南風窗發表 在網路上應該還找得到啦 不過被中國大陸那邊改的有一點怪怪的 有一些名字都被他們改掉 這個東西我不喜歡 但是也對也只能說我不喜歡而已啦 但是那一段故事齁 我覺得是前政府我們很努力的 在這個移民人權上面改改善的一個作為 而且中間是真的是經濟過程 那時候國民黨也未必都那麼支持啦 說實話不要講民進黨 但是整個在推動陸配權力改革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我們那整個移民政策 基本上都是沒有實證基礎的一個想像的一個政策 在那個馬英九政府的時候 後來相對的改善很多 但是還不夠 那在英國的話至少說 英國的一個右派團體就是比較反對移民的團體 連他自己都會做實證研究 他的結論是移民對當地社會的貢獻 不像一些報紙講得那麼高啦 不像那些比較左翼的報紙 例如說Guardian的Guardian講得那麼高啦 移民整個移民加加減減 但是移民也沒有侵占到社會福利 移民加減減對整個英國整體的正面貢獻 比起其他非移民主題就是0.6% 意思就是說有貢獻 但沒有你想的那麼高 那至少右派團體他反對移民的時候 他也會用這樣的數字來提醒你嘛 那英國的移民政策很多部分 除了是一種官法的人道的概念上的辯論 很多部分至少就會建立在這些實際的數字 就是說我自私 但是我這個自私是有理由的 你來你真的會妨礙我的自私 諸如此類 而不是純粹從恐慌跟刻板印象去想 那台灣 我也不是說英國所有的討論都是這樣啦 英國的那個 他的那個民族主義的一個政黨也是 那個白小紅這陣子 針對他們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深入報導 我覺得他實在很大膽 我看到那群人 我曾經看到那群人遊行 看到那群人大搖大把的就穿過地鐵戰 人多要穿過地鐵戰 尤其是抗議示威群眾 尤其是他們的時候那個地鐵站 地鐵的地鐵站都會把那個閘門開開 讓他們可以不用刷就進去 這樣讓人潮趕快進去啦 就是不收費什麼的 這也是他們的一個措施 這也對的 我說那群人真的是 連我看到我會怕 但是白小紅我是真的非常欽佩他 那群人我也有看過他們的一個論述 他們一個論述建立在一些偏見跟想像上面 那我是覺得台灣是絕對是不能這個樣子的 那從英國的例子來講到台灣 我再講一下 我覺得有一些東西也要弄 我們好像在移民署上有一種業績制度 所以我們的移民署的朋友他們 譬如說查外啦 好像是他們很重要的業績 那個我們賣DVD的一個朋友啦 DVD喔 DVD喔 他那個身上一定很多現金 原來是現金交易 那現金他們大部分都會長寫 我後來才知道 少數現金在他身上 但很容易被搶劫 有兩個華人伊林朋友 一個是女孩子 屍體還找不到 就是有一個白人就騙他說 你賣的DVD我一定買 但是我要看品質好我就買 就騙到他家裡了 在他家裡發現血跡 但是屍體就找不到 那個女孩子又被殺了 另外一個華人賣DVD的 他的屍體是在我住的那附近的那個 兩個都是住在我住的附近死掉的 因為我住的本來就是比較貧窮的那個區域 移民比較多的區域 華人移民很少 所以華人的面孔 我走在路上誰都看到我 華人就那幾個 大部分都是印巴的移民 我住的那個區域 另外一個人的屍體 在那個河川那邊被看到 那我的一個服務的對象 他本身他就也是被搶 那這邊被砍一個很大 就很深的一刀 那差點致命 趕快被送到醫院去 那醫院絕對不會 因為他身上沒有任何的證件 什麼就拒收 反正你只要是人 你到英國的醫院急診的話 醫院一定是免費的 這個我們在台灣不可能做到這個樣子 然後醫院也不會通報警察 可是他因為被割傷 這是重大性的犯件 那警察一定會介入 警察也知道非法的 警察有沒有說 處理這個殺人的 這個砍山的這個案子 然後你是非法人 因為你在賣DVD 第一他DVD他也不想抓了啦 或者頂多他口頭警告說 你不要在這邊啦 就是這樣 有一次在英國就是印巴朋友 在英國也是倫敦比較東邊的一個公園附近 會有好多灘也都是賣非法的DVD 記者就訪問警察 警察為什麼不抓 警察說 基本上喔 他們對於整個經濟秩序有妨礙 有啦 但是很抱歉 這不是我們優先秩序 我們的警力應該放在最重要的一個實務上面 就你犯罪行為不抓 這供大家討論英國警察的一些的一個邏輯 英國警察基本上是不帶槍的 台灣警察是都一定會帶槍 可是英國的治安比台灣壞 英國會這樣 他們有做一個問卷 為什麼 英國警察反對自己帶槍 因為他覺得帶槍危險 他反而成為目標 他就是不要 可是英國警察有沒有 常常在街頭上就被殺掉 也有 意思還多 可是他也是不帶槍 然後 像白小紅訪問 有所謂的那一種 色情行業 就是那種賣尊的場所 在英國也有訪問那個英國的警察 英國警察說 我們知道這邊有一家專門在賣尊的 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不抓 我沒有抓的必要 對 他們是違法 但是沒有抓 只要他那邊好好做的生意 沒有引起其他社會的一個問題 他是不抓的 那為什麼不抓 因為我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他們的政客也不會質詢說 你這樣子不對 你縱容犯罪 他們的輿論也不會罵你 他們也不會一言正 你問他要說你更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沒有啊 就是具體的犯罪啊 搶劫啊 街道啊 等等啊 反恐啊 反恐的確 這方面是抓得很嚴重 那也一樣 然後我那個 後來 後來我那個當事人賣DVD的呢 警察就是開一張 就release 就是an bail 就是bail 就是有一點保釋 因為保釋 我是釋放 那誰幫他保釋呢 就是警察自己 就是開單的人 好 我決定你可以保釋了 我用我的職權 我可以放你走 所以就是 這個an bail 其實不是你付錢來保釋 也不是另外一個人保釋 不像我的一些個案 我要拿我的財產去保釋 就是警察依職權來決定保釋 這個釋放的人也是警察 保釋人也是警察 所以基本上 他對移民是這樣的一個態度